那休旅车开在大马路上 忽然对向一辆足足有一层楼高的超大吊车 就这样跨越双黄线朝他冲过来 下一秒 巨大撞击加上刹车声超吓人 事发在18号傍晚5点 台中车水马龙的逢甲商圈 吊车原先跟着车流往前开 却突然往左偏 车头猛力撞上 对向休旅车瞬间弹飞 喷出零件 车门直接掉在地上 查一咪咪就被搏击的路人也吓一大跳 接着吊车驾驶进阶拉回 路人看了很惊恐赶紧跑 兄弟车停在路中央 副驾驶座女乘客 跑下车看后座情况 说是前面急刹是MP不及 好在没人受伤 镜头转到新北英哥区的吊车 则是救了人 一名忠信南大生被吊挂救起 因为他下午骑车回家 却在大活路失控自撞桥头 人直接吊到6公尺的桥底下 南大生多处擦错撕裂伤 好在没有生命危险 骑车开车还是爱坐椅 别巧快 上路记得停看听 记者钟成良 曹天涵采访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